朋友们好,这期继续分享小河第39篇,此时外面阳光正好,躺在窗户旁边,何树感觉被晒得浑身暖洋洋的,但同时,这阳光也有些让他睁不开眼睛,只能把头微微侧向于薄青,没关系,把眼睛闭上吧,享受一下冬季里难得的暖洋。 何树文言就闭上了眼睛,耳朵还在专心地听于薄薄的问话,平时最喜欢吃什么呀?都喜欢,我不挑食。这挺不错的,人啊,就得什么都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何树文言转头睁开眼睛,看向于薄青的眼神有些复杂,怎么了?于薄薄,我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于薄青有些莫名其妙,你怎么这么想? 随即他突然明白了何树是误会自己话里的意思,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躺好躺好,你没得绝症,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不要刻意单调饮食,这样身体会缺少营养。 何树松了口气,又躺好闭上了眼睛。于薄青带着笑意,重新给何树把脉,不要整天胡思乱想,你这么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啊, 不过你体质确实有些差。人体气血阴阳平衡就是健康,有一方不足就是虚弱,等我给你开脊肤要回去喝,好好调理调理就好了。 何树静静地听着,他不懂中医,也不懂自己是哪里虚,哪里不足,只能配合着答应。 就这样一边把脉,一边聊天,一边晒着太阳。 何树渐渐地感觉到一阵困意,可他在看病,也不能就这么睡在人家这里,只能强打精神。 而于薄青把完脉,也没有让何树起来,又说帮他推拿几个穴位。 开始捏着何树的虎口开始按揉,揉过了虎口,又在他手臂的一个地方按揉。 就这样慢慢地,也不知按了多久,按到了什么位置,何树终于抵不住睡一睡了过去。 于薄青站了起来,走到床头,伸手按着何树头部的穴位轻轻地按揉着,何树睡得更沉了。 按了一会儿,他松了手,拿了旁边的一条薄薄的毛毯盖在何树身上,又把窗帘拉上了一半,避免阳光直射何树的脸。 做完这些,于薄青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掏出手机打给了齐志军,走到远一些的地方跟齐志军通电话。 你外生心思太重,多虑伤神,伤神即伤身,不过没什么大问题。 心理方面,不用给他测试,我都知道,这小孩心理素质特别好,你就是太紧张了。 哎,你让我给你外生看看,又没说一定得看心理方面,你忘记了,我还是个中医大夫。 那当然要开药了,要钱回头,我算好了发给你。 好啊,老齐,你是不是觉得,我用心理医生的身份给他看,不用开药能省钱啊? 你什么时候这么抠门了呀? 现在来干什么?睡着了,他睡眠严重不足,先让他睡一觉。 哼哼,噩梦,有我在这儿呢? 好好好,放心吧,不会给你侄子用乱七八糟的东西,等我给你电话再来借他。 挂了电话,于伯青摇头失笑,看样子齐志军还真是对这个外生挺上心的。 不过想想也是,自己儿子没了,就剩这么个外生了,能不当眼珠子疼吗? 外面的阳光已经没那么刺眼了,不过窗帘遮住了一半,脚上还能感觉到阳光的热量。 何树刚醒来有些迷茫,一时不记得自己在哪里,这一觉睡得很沉,感觉头也不太疼了。 睡醒了,于伯青站在他头顶,双手放在他头上,两个大拇指有规律地压着何树的头心,从下道上来来回回,动作很轻柔。 于伯伯,何树还以为于伯青一直在给他推拿,不好意思,我刚才睡着了。 没事,最近你睡眠不足,多睡一会儿,对身体好。 说着话,于伯青也停止了按摩,走到一旁的脸盆架子边洗了洗手。 于伯伯,我能起来了吗? 起来吧,刚睡醒,起的时候慢一点。 何树嗡了一声,慢慢坐起来,有点惊喜地说道,于伯伯,您真厉害,我最近睡醒之后总是头疼,现在好多了。 那当然,现在都说中医没效果,只是外面那些人水平不行。 于伯青擦干净手,我去给你配药,你自己待一会儿。 等于伯青离开房间,何树穿好鞋子,在屋里转了一圈。 放文件加并利的他没去动,而是站在另一边的药架子上看。 这架子上的瓶瓶罐罐,都没有贴成分和适用症状的贴,只鬼画符式地写着药名。 这房间不大,也没什么可看的,何树听话地待在屋里静静地等待。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于伯青回来了,你那个药啊,我让人给熬上了。 到时候,你直接带药汤回去,喝的时候热一下就行,省得回去弄得满屋子都是药味。 谢谢于伯伯。 哈哈,别这么拘谨,熬药还得等一阵子,现在都过中午了,咱俩先去食堂弄点饭吃,来,穿上棉袄跟我走。 和树乖乖乖地穿好外套,戴上围巾,跟着于伯青沿着走廊往外走。 一路上遇到几个穿军装套白大挂的,都在跟于伯青敬礼,于伯青都是很随和地回应一句,吃了吗? 出了这栋挂着心理咨询中心牌子的小楼,沿着一条平滩的土路一直往前走,就是食堂。 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之前还是晴天,这会儿有些阴了,像是要下雪。 食堂里没吃饭的人了,只剩一些吹噬般的人在忙。 于伯青问和树想吃什么,和树说自己什么都行,他便走到了打饭菜的窗口。 过了几分钟端过来两盘炒面,里面放了韭菜跟鸡蛋,还有胡萝卜丝,颜色很鲜亮,看着就有食欲。 凑合吃一口吧。 和树拿了筷子,递给于伯伯一双,自己也没有客气,低头专心吃炒面。 于伯青一边吃饭,一边观察着和树。 发现他吃饭的时候特别认真,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东张西望,或者看手机,看其他人。 而且吃得很仔细很干净,又很有规律,沿着最近的一边慢慢吃,不去挑里面的配菜。 这在于伯青看来,就是有点小小的强迫症了,不过问题不大。 满满一盘的炒面对和树这个年纪来说,不算多。 他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葱花都没有剩下,盘子里只剩下一些油渍。 吃饱了吗? 不够的话,再让他们炒一份。 和树抽出一张纸巾擦嘴,于伯伯,我吃饱了。 好,那咱们走吧。 帮忙把盘子送回去,和树跟着于伯青又在外面的小操场走了几圈。 真正的军营在这片楼房的后面,看不到军人训练的身影,只偶尔看到几个兵排着队过来,不知道办什么事。 平时喜欢运动吗? 于伯青两手插兜,随口问道。 和树点头,最近几个月没有运动,以前就是每天跑步比较多。 跑步挺好的,我原先也喜欢跑步,现在膝盖不行了。 除了跑步,平时还喜欢干什么,和树想了想,再就是上课,学习了。 娱乐方面呢,不喜欢玩点什么吗? 也看些杂书。 于伯青笑道,怎么比我这个岁数还闷,应该多接触一些新东西。 我孙女比你小两岁,天天就喜欢上网,我看她玩的那些游戏也挺有意思的。 和树惊讶地看向于伯青,您孙女都这么大了。 哈哈,我结婚比较早,我儿子结婚也早,有什么稀奇,我比你大就还大六岁呢。 不过你还是叫我伯伯吧,我跟你大就同伴,你要是叫爷爷,就把我叫老了。 和树点点头,他以为这位于伯伯跟大就差不多,还真是看不出来大了六岁。 满安琪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他在心理学方面是个天才,不过年轻人嘛,做事急躁也胆大,给你造成了些困扰。 我这个当老师的,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 于伯伯,您别这么说,是我自愿让安琪姐做实验的。 于伯轻轻轻摇头,他对着齐志军不肯承认自己学生有问题,但马安琪确实是做了件错事。 他跟马安琪对树的评估都差不多,这孩子自愈能力强。 现在他身上的一切症状,都是在自我调整的阶段,可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不了解清楚,过往就贸然进行催眠唤醒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 因为每个年龄阶段,人的精神承受力都是不同的。 他在幼年自我封闭的记忆是大脑本能的自我保护,可以说是被动的。 现在他成熟了,想法多了,就未必比小时候更坚强。 之前他跟齐志军通电话,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孩子的过去。 按照评估来算,核树并不适合做记忆回溯。 这时,在打破他的自愈能力,很容易对他的精神产生影响。 眼下核树每晚做噩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睡眠状态。 如果他能自己度过去,大概率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忘记那些所有负面记忆。 如果他度不过去,而本身已经定型的性格跟过去的记忆反复对立,很容易造成精神分裂。 到时候,他就很难区分现实跟幻想,对于知觉、情感以及行为都会出现异常。 现在不是考验核树的自愈能力,而是要想办法帮他稳固现在的性格。 核树每晚做噩梦,醒来后自己想不起来,这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白天也受那些记忆的影响,那就真的严重了。 两人一边闲聊,一边散步,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又回到了那间小治疗室。 累吗?喝点水。 于伯青给核树倒了一杯热水,核树脱了棉袄,坐在床边小心地吹着热气。 可能在军队里待久了,核树给于伯青的感觉斯文得像个小姑娘,比他那个成天嗷嗷叫的孙女更像个女孩。 虽然他不会用性格来定义男女标准,不过像核树这么干净斯文的男生还真的是不多见。 这个像女孩也不是说核树娘,只是长得很清秀白净,不管坐着站着,都给人一种安静沉稳的感觉。 也难怪齐志军这个大老粗对他这个外甥都小心翼翼的,这样的乖孩子谁不喜欢? 谁能严厉起来? 中药熬起来需要的时间酒,下午于伯青推辞了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让核树就这么干等着,给他做了个针酒。 细细长长的银针一根根地闪着荧光,从针包里拿出来还真挺吓人。 尤其是当知道,这要给他头上扎,核树感觉全身都骂了。 放心,一点都不疼,这能缓解头痛,提升阳气。 让核树躺到床上去,于伯青轻声道,你就闭着眼睛休息就行了,如果觉得困就睡觉。 细长的银针缓缓刺入前额,确实不怎么疼,核树逐渐放松下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之前脑子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般的沉重,慢慢消失了。 这种轻松的感觉让核树不知不觉真的又睡了过去。 等到他再醒来,头上的针枣就没有了。 往窗外看看,外面的天阴沉沉的,抬手看了一下表,都已经下午四点半了。 自己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感觉还是困,核树知道自己不能再睡下去了,坐起来清醒了一会儿,穿好鞋走出了门。 对面办公室的门开着,核树一眼就看见了大舅,正在跟于伯伯喝茶聊天。 睡醒了。 核树不好意思地笑笑,睡醒了。 药都煎好了,过来喝杯水再走。 核树嗡了一声,于伯伯已经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低头一看,玻璃杯里抛着一朵盛开的小菊花,拿起来喝了一口,微烫,微甜。 一杯茶喝完,大舅舅说走了,于伯伯送他们出去,在走廊另一头的屋里,提着两个大大的塑料袋出来了。 里面都是分装好的中药汤,用密封袋装着的。 每天早晚空腹各一袋,加热后直接喝,这些够你喝到过晚年了,等你开学前再过来一趟。 看着这两大袋满满的中药袋,核树莫名地开始感觉嘴里发苦。 谢谢于伯伯。 嗯,如果之后还是会头痛,自己试着暗暗这两的穴位,轻柔地按,不能太用力。 于伯伯又教何树认了两个头顶的穴位,教了他之后,就送这救生俩出去了。 齐志军把药都放到了后座,等何树坐好,朝于伯伯伯摆摆手,开车走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你于伯伯的治疗有效果吗? 嗯,何树点头,我感觉脑子轻快很多。 齐志军嘴角柔和下来,管用就行。 刚才在何树没睡醒之前,齐志军跟于伯青聊了一会儿。 于伯青不建议再对何树进行催眠,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心理诱导。 因为他觉得何树已经在自我催眠了,这种阶段还是不要打断他的自愈能力。 所以,能做的就是帮他安神宁气,舒缓因为心理上的问题带来的身体压力。 齐志军不懂什么心理,更不懂什么中医,不过在他看来,何树只要能不再做噩梦,那就是好事。 从军区回到家,注意看着那满满两大包的中药,跟着口哭起来。 这些都是小树要喝的,这么多。 齐志军把药拎到了厨房,放进了冰箱的冷藏柜里,早晚饭前喝一袋。 祝宇拉着何树坐下,给他摘围巾,今天去看医生,感觉有效果吗? 嗯,舅妈,我头不疼了。 那就好,晚上想吃什么,舅妈给你做。 都行。 何树睡了一下午,看上去精神比早上从家里走的时候好多了。 祝宇跟着也心情好起来,借了围裙到厨房去亲自下厨,让保姆给他打下手。 外公也刚从外面回来,何树帮外公脱下棉服,扶着他到沙发上坐。 外公,这么冷的天,你还去外面溜达? 呵呵,闲在家里多无聊啊,人老了总是不动弹,就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用了。 怎么会呢?何树学着平时的样子,煮水给外公泡茶。 外公也问他,今天去看身体看得怎么样,何树说,感觉不错。 伯青啊,他身体还好吗? 我看着于伯伯身体挺好的,没想到比大就还大那么多呢,看着挺显年轻的。 齐志军坐在沙发另一头,闻眼脸黑了黑,这意思是说,我显老了。 中药当天晚上就开始喝了,注意到了一带在碗里,加热后那浓重的中药味飘得满客厅都是。 何树等稍稍晾凉一点,就端起来一口干了。 真的是非常的苦,非常的难喝,不过也不是不能忍受。 注意看得都皱眉头,赶紧给何树拿了点果干和糖果过来,何树摇摇头,又喝了杯水清口。 喝完药不多时就开饭了,何树被那一碗中药称得根本不饿。 但就妈费事做了,她也勉强跟着大家一起吃了一碗饭。 吃过饭,一家人聚在一起看七点钟的新闻,这是其家的习惯。 虽然很多事情,他们了解得比新闻上更清楚。 看过新闻后,何树开口跟外公说自己想回丹河,外公只是问后面不需要继续去于柏青那里治疗了。 听到于柏青给何树拿了许多的中药,外公也就不阻拦了。 可是旧妈祝宇听到何树不再大都过年,有些情绪低落。 这家呀,每个年轻小辈,过年都没什么意思。 旧妈,我过完年就回来,十五在这边过。 祝宇也不好关着何树不让他走,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要是没什么事,我一会儿就订明天的机票。 好吧,一会儿就妈给你收拾行李。 齐志军没什么反应,他又说了不算,早早回房间洗澡,准备睡觉了。 注意在何树的房间帮他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又把提前给何树买好的新衣服新鞋放进去,让他过年的时候穿。 要不后天走,明天我去给你干爸买点什么东西,你拿上。 对了,你过年得去苗苗家里拜年吧,也不能空着手。 旧妈,等我回去再买,太多东西不方便拿。 那行吧。 祝宇回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又拿了张银行卡给何树。 旧妈这是什么? 你拿着,买东西用,新房不是下来了吗? 家里家电什么的都得买啊。 何树赶忙推剧,旧妈,我哪能要你的钱,我有钱。 你有是你的。 注意把卡硬塞到何树手里,本来给你买车的时候就给你准备了五十万,当时还寻思不能够呢。 结果你就花了十万,这卡里是还剩下的四十万,你拿着。 何树坚持不要,可旧妈见他这样,渐渐地竟然哭了。 舅妈,您别这样,我是真的还有钱用,你看我天天在家里,也没什么机会花钱。 舅妈的眼泪让何树顿时手足无措,可能舅妈要是给他四百他就收了。 这是四十万啊,他又不准备干什么。 小树,你是不是心里还跟舅妈生分? 没有,舅妈到底是隔着一层,你不跟我亲,我也能理解。 何树有些着急,舅妈,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对我,比,他哽咽了一下,舅妈,你比我亲妈对我都好,我都能感觉到。 听何树这样说,注意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扭过头抹了把脸,然后又看向何树,勉强挤出了点笑脸,拉着何树的手说道,舅妈知道,你以前吃太多苦了,舅妈心疼你啊。 这些钱啊,对舅妈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了,除了你,我还能给谁花你? 现在,给你一点钱你都不敢要,以后舅妈还想等你跟苗苗结婚的时候,给你们再大都买房呢,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也不要? 何树张了张嘴,他明白舅妈的意思,原本这些都是他给广行歌传的。 想到这里,何树抬手给舅妈擦了擦眼泪,努力露出一个笑脸。 舅妈,主要是一下子给我这么多钱,我也没地方花,要不您帮我继续存着,等我跟苗苗结婚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注意一把抱住了何树,他此时感觉他抱着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好,等你们结婚的时候,给你们买个大典的房子,这钱先存着,你要是想花,就跟舅妈要。 嗯,舅妈带着泪痕开开心心地走了,何树坐在床边,看着地上收拾好的行李箱,此时内心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应该庆幸有这么疼爱他的舅妈,可为什么心里还是很难受呢? 因为他是个替代品吗?只是广行哥的影子。 他自己的妈妈,以前也像舅妈这样,想过他的以后吗? 何树抱住了头,脑子里突然就像是有把小斧头在拼命地砍。 头疼得好像要炸开了一样,何树忍不住倒在了床上,抱着头颤抖,却死咬着牙忍着不吭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种剧痛才缓解了一些。 何树想起于伯伯教他按的那个穴位,自己伸手在头顶摸索着,按揉着,好像真的有些效果。 齐志军推门进来,看见何树躺在床上按头,再一看他头上脸上的那个汗,急忙走上前。 怎么了?又头疼了。 何树这会儿感觉好多了,有点,按了几下好多了。 他坐起来休息了一会儿,感觉浑身黏乎乎的,就跟大舅说先去冲澡。 齐志军看着何树进了浴室,直到听见水声还松不开,一直皱着的眉头。 于伯卿不是说没什么问题了吗?这怎么感觉比之前还严重了? 夜里,何树依旧被梦魇缠身,两只手攥得紧紧的,似乎在用尽全身的力气,不知道梦见了什么。 齐志军只开了他那边的床头灯,借着昏暗的灯光看着何树僵着身体,绷得紧紧的。 就好像是他被困在了一个壳子里,挣扎不开一样。 由于许久,齐志军忍不住伸手在何树身上拍了拍,动作僵硬而轻。 感觉自己别扭的安抚似乎有点效果,他便侧身躺在何树身边。 用粗糙的大手不断地摸着何树被汗水打湿的头发,另一只手轻轻地在何树身上有节奏地拍着。 就像是在哄一个婴儿,说起来,齐志军从来没有哄过孩子。 哪怕是当初广行刚出生的时候,他只看见过祝玉晚上这样哄睡儿子。 思绪不知不觉就飘回了许多年前,等他再回过神,何树已经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无论是齐志军还是何树,两人精神都不太好。 祝玉看着何树面不改色地喝下那一大碗汤药,有些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要不在家里住两天再走。 何树笑着摇头,舅妈,我机票都订了。 齐志军不知在哪里找了个罐头瓶子,里边是半瓶子热水,在一旁抱着滋溜滋溜地喝。 建筑狱还想再劝何树,齐志军插了句嘴,不就是回去过个年,早一天晚一天不都一样。 筑狱白了他一眼,到底没有再劝何树。 等吃过早饭,何树回房间去拿收拾好的行李,看到之前在南站,那个阿婆送的银手镯跟石头项链放在桌上。 他想了想,用不包好,放进了抽屉里,路上何树看着开车的大舅打了个哈欠,心里也有些困惑。 大舅,你昨晚没睡好啊,是不是我又做梦吵你了? 齐志军瞥了眼何树,你自己没有印象吗? 何树仔细想了想,除了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躺的那一半褥子都是湿漉漉的,出了很多汗,感觉很虚,倒也没有别的印象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不过我看老鱼那两把刷子也不行,要先喝着,等过完年再去看看。 何树文言没有吭声,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昨天从鱼伯伯纳回来之后,明明感觉脑袋已经很轻松了。 今早起来,又恢复了那种沉重感。 何树,小小年纪,不要每天想那么多,有很多事不能抓着不放,明白吗? 嗯,我明白,你明白个屁。 到了机场,齐志军看着何树进去,看着何树乘坐的飞机起飞,才转身离开。 上了车,齐志军就摸出手机打给了于伯青,你的方法没效果呀,我感觉比之前还严重了。 电话一接通,齐志军就抱怨起来。 于伯青听完觉得不可能,你真当我是个佣医,就算没效果, 也不会更严重。 你们是不是刺激他了? 我能刺激他什么?就跟平常一样。 还是你水平不行? 于伯青懒地跟齐志军这个大老粗解释, 只让齐志军把昨天回家后都发生过什么事, 仔仔细细地跟他说一遍。 他反正不相信自己的医术这么不顶用, 真正的精神病都让他看正常过多少个。 更何况是核树这种小症状。 齐志军也想早点把核树给看好, 他嘴里说于伯青医术不行, 但要找比于伯青更厉害的也找不出来。 因为齐志军也很清楚, 核树这个不是其他的病, 拍拍片子就能看出来, 这是心理上的问题。 归根结底, 还是满安琪闯了祸, 把他好好的大外甥给变成这样。 于伯青在电话里认真听完齐志军的叙述, 手里的笔在纸上写下了助狱两个字。 关于齐志军的老婆助狱, 当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幻听幻视了。 于伯青也给助狱看过, 帮助稳定了情绪, 然后慢慢给他开药条理, 才没有彻底地封掉。 听完齐志军的话, 于伯青就问他, 你爱人是不是对核树非常的好? 那可不, 现在有核树在, 他都看不见我。 志军, 其实你明白这是为什么, 他把对儿子的思念转移到核树身上了。 齐志军文言没有出声, 何止注意, 自己不也时常会想, 如果核树是广形该多好。 其实我之前一直也跟你说过, 你爱人的情况有个心灵寄托是件好事。 不过之前的核树可以, 现在的核树太过敏感了, 心理方面很脆弱, 你爱人对他的关心就会成为他的精神压力。 齐志军听懂了, 你的意思是, 核树昨晚是因为我老婆。 他想到, 昨天注意眼睛红红地回到房间, 把要给核树的钱又放了回去。 我研究心理学很多年了, 不说夸大的话, 从昨天我跟核树接触的那半天功夫, 我就已经了解他是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像核树这种情况, 引起他头疼跟做噩梦无非就是三点, 要么是精神方面, 要么是环境刺激, 要么是情绪不稳定。 之前他心软善良的性格, 会很配合你爱人, 不过他现在自己的情绪都没有稳定下来。 这后果真不是开玩笑的。 齐志军坐在车内, 抓着手机一时无言。 好久才开口询问,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现在核树回丹核, 跟他干霸过年去了。 你说这情况会不会变得更严重? 那等他回来我该怎么办? 总不能不让注意跟核树见面吧。 那倒不至于, 他现在离开那个环境是个好事, 这段时间再观察一下, 你给他身边的人打电话, 让人注意一下。 于伯青又给齐志军说了许多的注意事项, 齐志军记住了之后, 两人结束了通话。 他揉了揉自己的头, 感觉他自己的脑袋都开始疼了。 另一边, 核树乘坐飞机安安稳稳到达了丹河。 一出机场, 核树就开始在人群里找干霸, 果然看到干霸被人挤在后面朝他大力地挥手。 核树不自觉地就笑了, 拖着行李箱跑得飞快, 穿过人群和围栏, 跟干霸会合。 呵呵, 累不? 赵琪水也极其自然地伸手去把核树的行李箱给接过来了。 不累, 又没多远。 背包里是电脑, 来, 干霸给你拿。 不用不用, 干霸这点东西我还能背不动。 核树笑着拒绝, 拉着干霸一起往外走。 出了机场, 核树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还有远处堆积的没有融化的白雪。 用力地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吐出了一团长长的雾气。 感觉还是咱们丹河的空气质量好啊。 跟着干霸走到停车场, 核树张望了一眼。 干霸, 你今天开什么车来的? 赵琪水笑呵呵地把核树带到一排车前, 然后将一个黑色的电子车钥匙扔给核树, 自己找。 核树低头看了眼, 对着眼前的车按了一下, 只见其中一辆白色的SUV大灯闪烁了两下。 干霸, 这是新车啊。 对啊, 喜不喜欢? 赵琪水哈哈笑着, 把后车厢打开, 将行李箱塞进去。 核树惊讶, 你新买的呀? 是给你买的, 回来之后上哪儿也方便, 我那辆车开着不难看啊。 核树一时有些发愣, 大就给他买了一辆车, 干霸怎么也给他买了一辆车。 来, 你要是不累你来开, 试试这车怎么样。 被干霸拉到车旁边, 核树拉开车门坐进去, 左看右看, 感觉比他在大都买的宝驴要好一些。 怎么样, 到底喜不喜欢啊? 不喜欢干霸给你换。 核树收回心神, 干霸, 我在大都不是刚买了一台车吗? 你怎么又买啊? 大都那车也不方便开回来, 你在丹核的时候, 还不是得用啊。 赵琪水一边扣着安全带一边笑, 放假了你, 不带夏苗上哪玩玩, 大冬天的自己开车多方便。 你店里有辆车开着就行呗, 这车多少钱啊? 不贵, 十多万, 先开几年, 以后干霸再给你买好的。 核树摸了摸方向盘, 其实他对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需求, 不像别人那样有多喜欢车。 车支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 所以之前在大都, 核树只买了个便宜食用的。 干霸, 以后我哥出来了, 用钱的地方多呢? 别给我花钱了。 赵琪水轻轻拍了一下核树的后脑勺, 你这叫什么话? 赵妍是我儿子, 你就不是我儿子了。 核树扯着嘴角, 笑得有点傻, 赵琪水又给他揉了揉后脑勺, 这车你回来就给你用, 等你去大都的时候, 我就开一开。 放心, 你哥出狱之后, 爸也给他买, 不偏不倚, 保证一碗水端平。 听着赵琪水说要不偏不倚的话, 核树抿着嘴, 打着火将车开出机场。 其实哪有对比啊, 赵妍是干爸的亲儿子, 自己只不过是当初无家可归, 被干爸收留的干儿子。 他凭什么跟赵妍哥不偏不倚, 没有干爸, 最重要的那高中三年, 他都不知道会住在什么环境里, 能不能心无旁央考上好大学都不一定。 干爸这样说, 是怕他心里多想。 有生无养, 断职可报。 有生有养, 断头可报。 无生有养, 无以为报。 不生而养, 百事难报。 干爸赵琪水虽然没有, 从小把他抚养大, 两人也没有办什么正规的领养手续。 但却在短短几年内, 在何树最需要家长陪伴的那几年, 赵琪水补足了何树缺失的父爱。 此恩大于天, 别说怕干爸偏心, 就算干爸将来要他帮衬赵妍哥, 何树也绝不会有二话。 何树内心忍着感动, 专心开车, 赵琪水看着何树, 却是有些忧心忡忡。 在何树到丹河之前, 他大旧齐志军 给赵琪水打了一个电话, 把何树的情况给他讲了, 让他晚上多留意一些, 看看他还做不做噩梦。 而且还叮嘱赵琪水 让何树按时喝药, 听着感觉就像是很严重一样。 在大兜那边, 到底还是没能看好。 催眠这东西, 赵琪水知道后, 就专门留意打听过了, 但他问的不是专业人, 所以得到的答案 听着都很玄乎。 眼下他就希望 何树能过得高兴一点, 或许就不会想东想西。 而给何树买车, 也不是临时起义, 他一早就想给何树买了。 先回了洗车行, 小董哥还没有回老家, 不过也是在这干到最后过年前。 看到爷俩回来了, 小董, 刘阿姨他们都围了上来。 你一句我一句地 拉着何树问东问西, 一点都没有生分。 这里对何树来说很亲切, 他跟刘阿姨聊他怀孕的儿媳妇, 再有三个多月, 刘阿姨就要当奶奶了。 这阵子, 刘阿姨天天中午还往家里赶, 回去给儿媳妇做饭, 等过了年, 儿媳妇月份大了, 他也不来了。 就一直伺候儿媳妇, 等孩子出生了, 还要帮忙带孩子, 也没有时间干别的了。 嘴上说着不得闲, 可刘阿姨那好心情, 全写在脸上。 小董哥也是确定干到过年, 这样一来, 过完年, 干爸这喜车行, 就一下子少了两个人。 回家之后, 何树问干爸, 过完年, 能招到人能忙得过来吗? 赵岐水笑着说, 没事, 这些年来的, 走得多了去了,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谁能给别人打工一辈子啊? 何树觉得也是, 只是现在想招能长期干活的人也不容易, 以后干爸, 可能也更累了。 你哥找着了, 我也不用一趟趟往外跑了, 能忙开。 赵岐水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现在干活也有劲儿了。 看何树开行李箱收拾东西, 拿出来两大包的中药, 赵岐水帮忙放到冰箱去。 这个要加热吧, 直接把药袋泡热水里行吗? 何树点头, 行, 到时候我自己弄。 赵岐水闻言没吭声, 去自己屋里, 拿出给何树买的新衣服跟新鞋。 你试试看合不合身, 我跟卖衣服的说了, 要是不合适, 我还能拿回去。 换, 何树高高兴兴地换上干爸给买的新衣服, 尤其黑色的皮夹克穿上特别实。 气! 何氏, 鞋也正好。 何树在房间里穿着新鞋蹦跳了几下, 很合脚。 何氏就行。 赵岐水满意地打量着, 看到何树的头发, 今天先歇着, 明天咱们也俩去理个发。 靠年根底下了, 去晚了理发都得排队。 何树硬了, 换下新衣服新鞋, 把东西都整理好, 就给夏苗发去了一个信息, 告诉他自己到家了。 夏苗很快就回复了一条, 问他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新房看看。 两人约好了明天见面, 何树开始寻思着, 是年前去一趟夏苗家, 还是年后再去。 这回他可得准备充足了。 问了干爸, 让他给拿个主意。 干爸笑道,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你年前先去送一次年货, 年后再去拜个年。 看看时间, 赵岐水让何树在家里休息会儿, 他去买点菜回来做饭。 何树想跟着一起, 赵岐水也没让。 等干爸走了, 何树把房间整理了一下, 看到床上的被褥也都是刚换过的。 又在家里看了一圈, 干爸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似乎是专门在他回家之前打扫过。 于是, 何树便去厨房淘米, 先把米饭给闷上, 然后回房间拿出电脑来学习。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赵岐水回来了, 手里抱着一个纸箱子, 还拎着一大兜子的菜。 何树听到动静出来看, 赶紧帮忙接手, 把箱子给接过来。 干爸, 买得什么呀? 微波炉。 赵岐水呵呵地笑, 听说这个玩意加热可快了, 到时候你用来热药。 何树抿了抿嘴, 知道这东西是专门因为他热药买的。 赵岐水抱着这些东西上六楼也是累得不轻, 穿着厚棉袄里面都出汗了。 脱了外套, 抓起茶几上的茶壶, 对嘴喝了一口,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个微波。 炉。 有些东西不是买不起, 而是操汉子平时也用不到, 所以没注意过。 开了纸箱, 把崭新的微波炉拿出来, 赵岐水翻着说明书, 认真的看怎么使。 用。 干爸, 这个我会用, 我教你。 你会啊, 啊对, 你外公家好像有。 何树笑道, 我们学校宿舍楼里也有, 有时候复习到半夜, 加热个牛奶什么的比较方便。 爷俩把厨房清理出一个地方, 然后把微波炉给摆上。 赵岐水等不及要试试, 何树转了一圈, 看到冰箱里有点剩菜, 就拿了小碗倒进去。 然后教干爸怎么操作, 要按哪个按键, 要热多久,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往里放, 都跟干爸强调了。 这东西要是用不好, 其实也挺危险。 等到微波炉发出钉的一声, 赵岐水有些惊奇, 这么快就热好了。 嗯。 何树开门把碗拿出来, 赵岐水拿筷子翻了翻碗底的菜, 果然都热又了。 这个好, 这个方便, 到时候你把药到碗里加热一下就行。 何树就知道是这样, 要不是喂它, 怎么可能突然买个微波炉? 干爸, 那药味儿太大了, 还不如就在袋子里热一下, 我直接喝肚子里。 乐, 药能没味儿吗? 那有啥的, 买都买了, 你会用就自己用啊。 赵岐水摸了摸微波炉, 早知道有这么个好玩意早买了, 以后早上热饭也方便了。 是啊, 以后干爸在家里吃饭也方便, 何树没再纠结, 开始洗菜备菜。 哎, 我来吧, 你去歇着。 赵岐水始终担心何树的身体, 他不懂什么心理催眠, 只觉得何树是病了。 干爸, 我来做吧, 我都好久没做饭了, 看看我手艺退不没。 这个傻孩子, 吃现成的还不好。 赵岐水这么说着, 也没阻拦, 就像从前那样, 一个负责洗菜, 一个负责改刀, 爷俩配合着做了一顿饭。 吃饭的时候, 赵岐水一直在看何树, 见他饭量也正常, 这心里就踏实了。 老话说得好, 小孩不会装病, 要是吃不下喝不下了, 那才严重。 何树虽然上了大学后, 变化很大, 但在赵岐水心里, 他还是那个瘦瘦小小, 带着一丝紧张询问 他还招不招洗车工的 那个小男孩。 吃过了饭, 赵岐水要去店里了, 何树知道年前很忙, 一起跟了过去。 帮着干霸洗车时, 何树心里就平静了,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莫名情绪。 他想让自己累一点, 怕自己晚上再做噩梦 吓到了干霸。 所以, 一下午何树都没闲着, 不光帮忙洗车, 空闲的时候, 还给干霸店里的卫生 都打扫了一遍。 工具都整理得整整齐齐, 还给小董哥 收拾了住的地方。 小董比着牙黑黑的乐, 一边看着何树 给他收拾床铺, 一边在那手舞足蹈地说话。 赵岐水转头看见了, 上去一脚给小董踹一边去看, 你多大个人了, 还叫小树给你收拾你的狗窝。 小董都被踹皮了, 揉揉屁股起来, 还说是何树自愿的, 气得赵岐水又要踹他。 何树看着干霸追着小董跑,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小董哥, 真是不管过多久, 都像是没长大一样。 不过, 过年后他就不在这儿了, 干霸虽然天天骂他, 但心里肯定还是舍不得。 晚上大伙要一块儿 在隔壁小饭店吃饭, 照起水让店里人先过去, 然后带何树回家, 亲眼看着他, 摆药喝了才带他回来。 爷俩回来后, 饭菜都上得差不多了, 老板娘还格外赠送了好几个菜, 还跟干霸他们一块儿喝了几杯。 桌上一盆炖鸡就两个鸡腿, 小董哥直接就加了一个 放到了何树的盘子里, 然后朝他几眉弄眼叫他吃。 热闹中, 何树恍惚觉得, 自己好像回到了去大都之前。 最幸福的日子好像就是高中那三年, 他每天脑子理想的就是学习, 考大学。 干霸总是会给他好多的感动, 让他感觉人生在世 有好多的有意义的事, 也让他感觉那些柴米油盐的烟火器 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然而上了大学之后, 他的人生就全部转变了。 生活质量上去了, 可接踵而来的一切, 打了何树一个措手不及。 他从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双手染血的一天, 也从没有想过 自己会亲眼看见那么多人惨死。 更没有想过, 短短三年, 他就从别人的眼中 见到了这世间所有的恶。 短短三年不到, 太多的事情发生, 让何树感觉自己 甚至没有时间缓一口气。 他轻轻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不去想那些, 最近他总是思绪发散, 控制不住地去想过去的事情。 甚至会冒出许多 让他感觉陌生又熟悉的记忆, 这点很不好, 那些片段让他痛苦, 也让他无法集中精神。 吃饱喝足, 因为干爸喝了点酒, 何树开着干爸新买的车 先送刘阿姨回家。 刘阿姨的小儿子 已经早早等在楼下了, 何树跟赵琪水都没下车, 远远地打了声招呼。 看着他们母子进了楼洞, 赵琪水感叹一声, 你刘姨也算是熬出来了。 他小儿子现在工作稳定, 儿媳是老师, 小两口对他都孝顺呢。 刘阿姨也是有福气, 苦尽甘来。 说到这, 何树又忍不住想, 自己的苦尽了吗? 往后是不是 只剩下幸福的生活了。 回到了家, 赵琪水让何树早点休息。 何树努力控制自己思维 发散去想东想西, 乖乖硬了,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是要早点睡, 因为明天也很忙, 要跟夏苗去看新房呢。 第二天一早, 何树闻到了中药味, 睁开了眼睛。 他坐了起来, 头疼欲裂, 身下潮湿的褥子提醒他, 昨晚可能又做梦了。 按照余博博焦的穴位, 自己暗柔了一会儿, 头疼得症状渐渐减轻。 何树打起精神, 下了床, 推开扮演着的房门, 听见厨房传出了响动。 干爸, 怎么起这么早? 睡醒了, 我估摸着你这个点儿 差不多醒了, 药也凉得差不多了, 来, 赶紧喝。 何树抿了抿嘴, 走过去端起碗, 憋着一口气, 把药干了。 脸上还是没忍住, 有些表情抽搐, 于伯伯的这药, 也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黄连, 苦得要人命。 强吞下去, 有点要往上反的感觉, 赵琪水赶紧递过一碗凉白开, 何树喝了几口往下压。 还有冰糖, 你含一个。 何树摇摇头, 转身去洗手间洗脸。 赵琪水叹了口气, 他大就说得没错啊, 这是病得严重了。 昨晚他去何树房间好几次, 这孩子一直做噩梦, 他叫了两声都没叫醒, 也不敢大声把他吓着了。 这可怎么办, 赵琪水又想着给何树找个大仙看看了。 有些东西吧,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大城市的人没有见过, 都说不信, 可赵琪水出身农村, 小时候可没少见。 就说以前他家后院的老邻居, 清早在草垛爆草, 感觉里面有东西, 拿了棍子抽了一下, 结果跳出来一只黄鼠狼。 当天晚上, 这老邻居就疯了, 手舞足蹈地在地上跳。 转头家里人找了个懂的人来, 在草垛后面, 找到了那只黄鼠狼, 正跟人似的立着两条腿, 手舞足蹈。 动作跟那个疯了老邻居一模一样, 被人吓走后, 那邻居也就好了。 你说这些东西, 怎么用科学去解释, 因此, 赵琪水也是多少信一些的。 尽管后来他儿子丢了之后, 也找人看过, 算过, 都没什么用, 不过他心里还是对小时候亲眼所见的事情, 有一定的信任度。 可惜的是, 现在不好找那种真有道行的人了, 老一辈都死得差不多了。 那些现在比较聪明的, 大多都是骗子, 这点赵琪水也是庆楚。 看样子, 他得给老家那边打电话, 让他们多帮忙留意一下, 有没有这方面顶厉害, 真有点神通的, 给何叔看看。 爷俩吃过早饭, 赶了个大早去楼下理发店理发去了。 刚开门, 还没什么客人, 不用排队。 赵琪水头发本来就很短, 随便修理了一下, 何叔最近都没理发, 已经长到快盖耳朵了。 最近睡眠质量不好, 脸色也不好, 头发一长, 显得整个人都有一种忧郁脆弱的感觉。 简短后, 立马就精神了不少。 何叔挺满意的, 赵琪水也满意, 爷俩清理了发茶, 付了钱高高兴兴地出了理发店。 干爸, 我送你去店里。 好, 今天约了苗苗吧, 好好玩。 嗯, 先开车, 把干爸送去店里, 何叔到了夏苗家楼下, 才给他打电话, 让他下来。 夏苗穿着白色的羽绒服, 耳朵上戴着小兔造型的耳包, 可把何叔看待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我还以为, 你要晚点才能过来呢。 夏苗小脸笑得眉眼弯弯, 都是喜气, 我爸说, 咱俩下午回来, 晚上在我家吃饭。 好, 何叔原本也打算, 年前过来一趟。 走吧走吧, 先去看新房。 夏苗这段日子, 没事就往新房跑, 早就想给何叔一个惊喜了。 上了车, 夏苗打量了一下, 新车呀, 你买的, 干爸给买的, 干爸真好。 夏苗笑咪咪地扣上安全带, 元气满满地喊了一句, 出发, 状怨服。 何叔嘴角含笑, 开着车往状怨服小区去, 路过一家花店, 夏苗让他停车, 然后下去买了一束花回来。 这是, 花瓶多买了一个, 还缺一束花吗? 看着花, 何叔提议道, 这两天, 我们去看看李老师吧。 好啊, 我正打算等你回来一起去呢, 好像小妞妞啊, 不知道又长大了多少。 夏苗说完, 伸手俯上何叔放在方向盘上的手背, 等看完李老师, 再找时间去墓园看看阿姨吧。 何叔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随后轻轻愣了一声, 状怨服小区修建得很不错, 在丹河市算得上是高档住宅小区了。 这两年, 全国各地房价暴涨, 就丹河这个小城市, 现在平均房价都达到五千了。 而状怨服作为高档小区, 房价已经向万逼近, 跟大城市比不了, 但在丹河已经成了另类标榜的富人区。 之前干爸赵岐水还念叨过, 当初何叔家老楼拆迁的时候, 要房子就好了。 现在的四十万可买不到什么好房子。 不过何叔倒也没有后悔这种想法, 那时候要是有了自己的房子, 他还能继续住在干爸家吗? 在干爸家里的这些年, 他得到的好处, 根本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状怨服小区有自己的地下停车场, 夏苗给指了位置, 两人找了空位停车, 何叔就跟着夏苗沿着通道往小区里走。 干爸把这边的门卡给我了, 下车走小区大门得刷卡的, 回头你得去多办两张。 嗯, 说实话, 这房子是分给何叔的, 但何叔一次都没有来过。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家在哪栋楼, 哪一层。 从停车场步行梯上来, 外面就是一片小广场, 有很多健身设施, 只是现在天冷, 没什么人。 夏苗拉着何叔的手, 一路走一路给他介绍, 看样子已经把这个小区摸得很清楚了。 那边那栋小洋楼, 像城堡似的, 看见了吗? 听说那里以后会开个幼儿园。 小区里的小孩, 可以不用出去, 就能在家门口上幼儿园了。 何叔看过去, 隐藏在两栋楼后面, 只能看见个假, 那挺方便的。 后面那排低层是一期工程, 现在小区最便宜的房子, 七千多一瓶, 那边住的人也最多。 咱们家是几期? 听何叔说, 咱们家, 夏苗顿时脸淡红红, 心里甜蜜不已。 咱们家是三期, 分你的房子还挺不错呢。 何叔笑着握紧了夏苗的手, 什么我的房子? 这不是我们的房子吗? 正好趁现在有空, 改天咱们去把你的名字加上去。 加我的名字, 夏苗摇头, 我不再凭这个的。 他明白何叔的意思, 可是这些问题, 他都从来没有考虑过。 何叔也没有多言, 两人来到一栋高层前, 十六号楼, 二单元。 刷卡开了楼门, 一进去还挺宽敞。 正迎面试并排两部电梯, 跟着夏苗进去, 看他按下了七楼按钮。 电梯门一开, 何叔发现这里一层只有两户, 右边那户门上还贴着装修的封条, 暂时还没有人居住, 左边七百零一这户就是他们的家了。 夏苗拿出房门钥匙熟练地打开门, 门口铺着红色的地垫, 还摆着一双粉色的女士拖鞋。 何叔跟着进去, 光看这个客厅房子面积就不小。 因为这栋楼盖了好久, 何叔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根本不知道多大。 以为是白给的, 能分个百八十平的就不错了。 结果进去转了一圈, 实用面积绝对不小于一百五了, 按现在单核的房价, 这开发商老板还真挺大气的。 房子只是经过简单的装修, 地砖铺了, 墙面跟吊顶都做了, 不像其他小区收房收的是清水房。 夏苗说是要来帮忙布置, 实际上, 大建的家具家电都没有买。 三间卧宰里只有床, 主卧已经被夏苗铺上新买的床上用品了。 因为他想跟何叔商量着来,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何叔的房子。 要真叫夏苗全按自己的喜好去布置, 他又觉得现在两人也没结婚, 是不是显得太急了? 不过小件的东西倒是买了不少, 窗帘, 百件, 墙上的装饰相框, 还有进门旁边的衣架。 厨房里有烟机都没有安装, 不过却有一整套的青花瓷餐具。 家具啊, 家电啊, 我怕自己拿注意买的你不喜欢。 夏苗把刚买的鲜花分开, 小心地插进花瓶。 只是, 你选的我都喜欢, 那咱们这个寒假还真有事情做了, 到时候一起去看家具吧。 何树说着, 把外套脱下来, 挂到了衣架上, 这屋里温度不低啊。 是啊, 地暖啊, 你摸摸。 何树弯腰把手放在地砖上, 还真是热乎的。 所以, 小区贵真的有贵的道理, 供暖是真的好, 比干爸家暖和多了。 买了家具跟电器, 就可以直接入住了吧。 夏苗点头, 那当然了, 除非想自己打柜子, 要是买现成的, 就比较快。 何树也有些高兴, 那这两天就赶紧去买, 过年跟干爸在这里过多好。 哎, 我之前没想到, 现在还能买到吗? 何树看了看表, 要不一会儿就去看看。 好啊, 两人先在家里测量了位置, 研究了什么地方, 摆什么东西, 缺什么东西。 卧室的大床是干爸买的, 石木的床头, 席梦斯的床垫都是好的, 何树也不打算换了。 计算好了之后, 就又心匆匆出了门。 眼下已经是蜡月出久了, 还有半个月就过年。 商场到处都在搞促销活动, 何树跟夏苗直奔家具商城, 除了床不用, 还有许多大件要买。 赶着在过年前都安装好, 也是没什么问题。 来之前在路上, 两人就商量好了, 家具如果有成套的黑白色的最好, 看着干净大气。 原本他们以为腊月了买家具的人不多, 谁曾想家具商城里, 人山人海的。 何树跟夏苗两人手拉手, 也不去看是什么品牌, 只选自己喜欢的和质量好的看。 先转了一大圈, 记下了几个质量不错的点, 两人开始研究选什么款式的好。 何树, 到时候干爸要搬过去吧, 你要不要问问干爸的意见。 何树其实还是想让干爸住新家的, 因为他跟夏苗将来, 还真有可能长期在大都定居。 回丹河也不常住, 没必要空着新房子, 让干爸住老房子。 最主要的是, 干爸那老房子没电梯, 成天爬楼梯真的很累, 干爸年纪也不小了, 以后还爬得动吗? 你愿意吗? 何树想先问问夏苗, 因为这个也是他的价。 如果夏苗不愿意, 他大不了再给干爸就近买一个大点的, 将来赵颜歌回来也可以一起住。 夏苗脸蛋一下子就红了, 颇有种被人问愿不愿意 跟公婆住一起的感觉。 你,你问我干嘛? 那是你干爸啊, 不就也是我干爸, 怎么就不愿意了? 夏苗抿着嘴偷笑, 拿小拳头给了何树一下, 讨厌。 何树? 看着夏苗明显是害羞了, 何树抓抓脑袋, 那就咱俩决定吧。 干爸肯定不会有什么意见, 以后, 等以后结婚了再说。 想到这里, 何树又觉得跟夏苗一起来买家具, 真的有种在为结婚准备新房的感觉。 实际上, 他们还不可能这么早结婚, 至少得等大学毕业了, 有了稳定的工作吧。 而且, 何树也得看夏苗以及他爸妈的意思, 这都不是他可以一厢情愿的东西。 但是好期待, 好期待可以跟夏苗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因为何树觉得到那一天, 他的心才会真正的有归属感, 不会再觉得不安。 最终, 两人选了一套重归重矩的家具, 算是中西合璧了, 大众的款式, 主体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衣柜, 橱柜, 鞋柜, 电视柜, 以及床头柜。 选完了这些, 夏苗突然觉得是不是太白了, 地上的瓷砖都是白的, 这家里以后不是落点灰就很明显。 要不, 咱们选灰色的吧。 灰色, 核树皱眉, 感觉有点压抑, 白色不是看着很干净吗? 还显得房间亮堂。 夏苗小脸顿时皱得跟包子一样, 好看是好看, 可是我擦不起啊。 她已经完全把自己带入了一个婚后妻子的角色中了, 想着家里要这么去布置的话, 那她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了, 每天就是打扫卫生。 谁说让你擦了, 核树好笑道, 干家务活, 我比较拿手, 我来收拾。 家具选了白的, 别的可以选其他颜色, 就不单调了。 你觉得怎么样? 夏苗点点头, 立即就被一款纯皮沙发给吸引了目光。 也忘了刚才的害羞, 又兴致勃勃地过去看。 两人在家具商场转了一下午, 动作也不算慢了, 基本上大件的家具都预定下来了。 交了定金, 留了地址, 又立马转去附近的商场去看家电。 中午饭都没正经吃, 在商场楼下的店里买了两个热乎的包子, 一人啃一个, 边看边吃。 等到电视, 空调, 冰箱以及热水器之类的都选好了, 也到了傍晚了。 夏苗妈妈打电话过来, 问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他们这才发觉时间不早了。 核树想起来, 还没跟干爸说一声, 给干爸打了个电话, 说是晚上不回去吃饭, 要去夏苗家。 赵岐水还惦记着他的药, 一顿也不想让核树停。 最后只能先回家去, 提前一点把药喝了, 再去夏苗家。 去夏苗家里, 不能空着手, 核树趁着还在商场里。 问了夏苗, 今年他爸妈都不回老家, 就准备去买些年货。 夏苗不想让核树这么花钱, 其实他家里该买的年货, 这几天, 他妈妈都买差不多了。 核树想了想, 那我买些礼盒吧, 自己吃不完还可以拿去, 走亲戚用, 省得你爸妈再买了。 哎呀, 不用的, 我爸都说了, 你去吃饭, 不叫你买东西。 核树摇头, 那是叔叔的客气话, 我还能真空手去呀, 上次都空着手, 这次还那样, 我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现在又没有开始工作。 两回事, 夏苗说不用, 但核树哪能真那么不懂事, 主要是他不想像上次一样那么尴尬了。 硬实拉着夏苗买了许多送人也有面子的礼盒, 给夏苗爸爸买了两瓶好酒, 就花了几千块。 想着给夏苗妈妈买点什么, 问了夏苗, 最后选了一款高档香水, 也是不便宜。 还有干爸, 家里好像也没有被什么年货, 年前洗车行比较忙, 干爸也是没时间。 正好今天夏苗也在, 两人就大包小包地买, 一人推了一辆购物车, 最后都装得满满的。 说起来, 和树长这么大, 都没有这么大手大脚地花过钱。 那些家具家店, 一次就花了好几万, 光给夏苗家的年礼也超过了上万。 不过这些钱和树不心疼, 一个是给自己家的买的, 一个是给未来岳父岳母买的。 他在职, 也知道要讨好未来的岳父岳母, 人家才能愿意将来让夏苗嫁给他。 尤其是和树, 其实挺迷信一句话, 婚姻一定要有双方父母的祝福。 自己这边, 干爸对夏苗是赞不绝口, 早就当儿媳妇看待了。 而夏苗爸爸妈妈那边, 虽然也对自己比较热情, 但终归在和树这里, 还不能完全有把握。 没有百分百把握, 和树就不能放心。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本来是夏苗主动追的和树, 却变成和树已经离不开夏苗了。 买的东西放了满满一后座, 幸好这车比较宽敞, 要是换个小的轿车, 那后备箱都塞不下。 先回我干爸家里一趟, 然后咱俩再去你家。 给干爸也买了年货, 夏苗以为和树想先送回去, 于是就说好。 两人回到家, 和树把轻快的糖果之类的 让夏苗拎着, 自己扛着重的东西往楼上走。 走到一半, 遇到了赵琪水正好下楼, 赶紧先接了夏苗手里的东西, 又要去接和树的。 这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还有吗? 还有一桶油跟大米, 我看家里都不多了。 和树把东西给了干爸, 让夏苗跟干爸先上去, 自己又下楼去扛大米跟油。 搬了一半, 干爸又来接了, 两人一起把东西送回家。 夏苗一进屋, 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中药味, 他把东西送到厨房。 发现厨房多了一台微波炉, 上面还搁着一碗刚热好的汤药。 听到关门声, 夏苗从厨房走出来, 谁的药啊? 我的, 何树放下米袋子, 歇息了两口气, 脑门都溅汗了, 扛了这么点东西, 就累。 可见, 他确实是有些虚。 你为什么喝中药啊? 夏苗有些担忧地看着何树。 这次何树回来, 他觉得, 除了感觉何树好像瘦了点,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没事, 体虚, 大就给找了中医, 开了点汤药, 补补身体。 何树歇好了, 笑着回了一句, 我喝完咱俩就走, 别让叔叔阿姨等酒。 乐。 夏苗文言稍稍放心, 感觉何树就是太瘦了, 才会体虚, 那吃点补药也挺好的。 何树脱了外套, 刚刚扛东西, 有些脑了, 进了厨房, 先给自己倒了杯水, 然后才端起药碗, 缓了口气, 闭上眼睛一口干了。 紧接着气都不敢出, 感觉把水喝了, 压下了嘴里的苦味。 夏苗在厨房门口看着, 都不自觉地咧了嘴, 好像那汤药 喝进了他的嘴巴里。 是不是特别苦啊, 我从小就不敢喝中药。 何树也咧嘴, 不过是在笑, 还行。 干爸, 你晚上在家里吃吗? 赵岐水点点头, 你就别管我了, 我随便下点面条都行。 不过, 何树你别喝酒啊, 喝药要忌口的。 何树答应了, 换了件外套, 拉着夏苗下了楼。 赵岐水走到窗边, 看着何树的车出了小区, 才带着笑意 转头去收拾年货。 冬季昼短夜长, 到了夏苗家, 外面都有些擦黑了。 一开门, 一股饭菜箱就飘了出来。 夏苗爸爸妈妈饭菜都做好了, 就等他们回来呢。 叔叔阿姨好, 尽管已经来过一次, 但何树还是有些紧张。 夏苗爸爸看两人拎着大包小包的, 赶忙去接。 哎呀,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夏苗妈妈也是赶紧过来帮忙, 你这孩子, 让你来吃饭, 你花这么多钱干啥。 何树把东西都搬进屋, 一边换鞋, 一边笑着回道,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给叔叔阿姨拜个早年。 夏苗妈妈脸上笑开了花, 不是涂这些东西, 谁不希望将来的女婿懂事点? 爸妈, 何树还专门给你们买了礼物呢? 夏苗直指那包装精美的两瓶酒, 爸, 你的酒, 又从一堆礼盒里扒拉出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妈, 你的。 夏苗爸妈都有些不好意思, 但不好说何树, 就说夏苗。 苗苗你也真是的, 就让何树这么花钱, 你也不拦着点, 给我们买什么礼物啊? 不过这两样东西, 都买到了夏苗爸妈的心坛里。 礼物在心不在价钱, 夏苗爸爸平时喜欢小酌一杯, 有好酒, 当然是高兴。 而夏苗妈妈最喜欢打扮了, 看到何树送的香水, 惊讶地说道, 这牌子的香水我一直没舍得买呢。 哎呀, 这可挺老贵的吧, 这不行, 阿姨把钱给你吧。 阿姨, 您喜欢就好, 您要给钱, 那我可不敢来吃饭了。 虽是拘谨, 可到底比第一次来要强了许多。 夏苗爸妈也觉得, 何树好像比上次来更成熟了, 不像上次, 纯纯就是一个大孩子啊。 好不容易从门口到了客厅, 饭菜果然已经摆上桌了。 招呼了两人去洗手, 夏苗爸爸又拿出了两个酒杯。 只可惜, 不等何树开口, 夏苗就把杯子拿走了一个。 爸, 今天何树可不能陪你喝了, 他开车来的。 夏苗爸爸冷了一下, 那就在这儿住, 反正家里有地方。 夏苗坚持不给酒杯, 不行, 何树还在喝中药呢, 要忌口不能喝酒。 喝中药, 夏苗妈妈赶紧询问, 生病了呀。 随后, 就不停地打量何树, 似乎是想看看他哪里有问题, 何树有些尴尬, 没, 就是一些补身体的药。 夏苗妈妈又看了何树一眼, 笑道, 现在真有本事的中医可不多见了, 你看得大夫靠谱吗? 是要三分毒, 也不能随便喝呀。 嗯, 是我大舅帮忙找的, 在大都挺有名的。 那就好, 我看你是比上次来家里的时候还瘦了点, 是不是脾胃不好啊? 何树点点头, 也没多解释。 哎, 光靠喝药也不行, 还是得多吃饭。 夏苗妈妈把盛好的饭端给何树, 正好我今天炖了山药排骨汤, 山药啊就是健脾的, 你多喝点, 食补比喝那什么中药强。 好, 谢谢阿姨。 总算从他喝药的事翻篇了, 夏苗爸爸也没勉强何树跟他喝酒, 只说下次来再好好喝。 一顿饭吃的也算是比较和谐, 只是夏苗妈妈或许真的也开始重视何树的瘦弱了, 一个劲儿地让他多吃。 之前你分的那个房子, 苗苗去看过拍了照片回来, 看着还不小啊。 嗯, 我也没想到有那么大。 挺好的, 原来还寻思着要是太小了, 干脆就别费事装修了, 租出去算了。 不往外租了, 留着以后回丹河自己住。 夏苗妈妈是真挺高兴的, 连说那个地方不错, 房价也好, 说以后还能涨。 夏苗爸爸倒是比上次话少了点, 可能是因为没人陪他喝酒。 他自己也只喝了一小杯就不喝了, 一边吃饭, 一边听着自己老婆跟何树聊天。 夏苗也跟在外面时叽叽喳喳地不一样, 小鸟依人般在坐在何树旁边, 时不时地给何树夹菜。 一会儿让他尝尝这个, 一会儿让他尝尝那个, 说是他妈妈的拿手好菜。 今晚的饭菜是夏苗妈妈做的, 味道也是非常不错。 何树觉得夏苗真是幸福, 爸妈不管谁做饭, 都挺好吃。 不过他是真吃不下了, 生前的小碟子里, 夏苗跟他妈妈两人给家的菜都快堆成了山。 我吃饱了。 何树刚说了一句, 夏苗妈妈又给他加了一块排骨, 什么吃饱啊, 多吃点。 男孩子哪能就吃这么点饭, 我家苗苗有时候还吃两碗呢。 被逼着把那些菜吃完, 何树是真吃不下了。 大家都差不多了, 何树见夏苗妈妈收拾饭桌, 也赶紧站起来帮忙。 夏苗爸爸笑着走过来, 拉着何树的手臂, 叫苗苗跟他妈妈收拾, 咱俩过去坐着说会话。 你外公身体挺好啊, 我听苗苗说他还去过你外公家里了。 嗯, 我外公身体挺好, 他们都挺喜欢夏苗的。 夏苗爸爸呵呵地笑, 心想他闺女这么可爱,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 不过, 却也觉得自己女儿有点太主动了, 这还没什么呢, 就上人家亲戚家串门了。 但夏苗爸爸心里, 早就同意了夏苗跟何树的事, 已经都去了, 也就没说别的。 咱们丹河这边的房价越涨越高了, 大都那边肯定更离谱吧。 何树想了下, 轻轻摇头, 叔叔, 我没注意这方面。 哎, 该关注一下了,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早两年买跟晚两年买可不一样。 何树听着这个意思, 是让他现在在大都买房。 他扭头看了眼夏苗, 就听夏苗爸爸又说, 以后你们两个工作, 肯定是不回来了, 留在大都总比回咱们这个小地方有发展。 就算是将来你俩要去其他城市, 那提前在大都买了房子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 何树点头, 叔叔, 你说得对, 等回去我就留意一下。 夏苗爸爸这才笑得开怀了些, 好, 也别有压力, 我跟夏苗妈妈这些年也攒了些积蓄, 到时候肯定会帮衬你们。 这话说的就已经很直白了, 何树要是买不起大都的房子, 夏家可以帮忙拿一部分。 很快夏苗也过来了, 拿了张纸巾擦手, 又把果盘拿过来, 要给何树吃。 何树赶紧摆手, 他晚饭都吃成了, 哪吃得下去? 夏苗过来了, 夏苗爸爸就没提大都房子的事了, 又问起来他们学业上的事。 再开学, 就大三下学期了, 对未来的规划也应该开始考虑了。 之前何树说, 可能不会那么快参加工作, 会继续网上考学历, 这一点夏家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说白了就是, 家里条件还行, 也不急着让孩子那么快参加工作, 他们愿意考高点的学历是好事。 等夏苗妈妈收拾好厨房过来, 又一起聊了一会其他的。 大多都是问何树, 外公嫁的事, 因为他们也知道, 何树没别的亲人了, 以后结婚什么的, 他外公嫁肯定是要出面的。 转眼到了晚上八点, 何树离开了夏家。 夏苗爸妈送到门口, 夏苗飞穿了件棉袄, 要送他到楼下。 两人离开夏苗爸妈的视线, 手就牵到一起了。 到了楼下, 何树没让夏苗出楼洞, 外面挺冷的, 别出来了。 嗯, 那你开车小心点啊。 好, 话说完了, 何树也没动弹, 夏苗也没走。 一种暖昧的气氛在两人之间缠绕, 终究还是夏苗主动了一些, 走前两步, 轻轻靠在何树胸口。 何树也伸手搂住了夏苗, 两人就站在楼口拥抱, 亲吻, 依依不舍。 内心像是有一种极度的渴望, 让何树把夏苗抱得紧紧的, 恨不得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 直到夏苗妈妈觉得夏苗送何树的时间有些长了, 给他打了电话, 两人才惊醒分开。 我要回去了。 夏苗的心蓬蓬地跳着, 刚刚有多热烈, 现在就有多害羞, 都有些不敢看何树了。 何树抿了抿嘴, 嘴唇上沾染了一丝甜甜的水果味, 是夏苗刚刚吃过橘子的味道。 好, 明天我来接你。 嗯, 直接去新房吗? 有家具会送过去。 好, 两人约定好了时间, 再不舍得也得走了, 何树让夏苗先上楼, 夏苗就让何树先走。 谁也迈不开那一步, 随后两人不由地都笑了出来, 再这么下去, 谁都回不了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